我是开卷人朗朗 我要给大家打开的这一幅画 是明代画家徐卫的代表作 《杂花图卷》 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就被这十余米长的 大写意水墨长卷所震撼到了 我们可能很少能在一幅水墨作品中 如此细致地看到 这么多种我们熟悉的植物 端庄雍容的牡丹 生机勃勃的石榴 浓墨重彩的荷叶 顶天立地的梧桐 灵动可爱的菊花 南瓜 紫围花 郁葱葱的芭蕉 还有最后这几笔 疾风静谷勾勒的梅 蓝 竹 十三种花草果木 各有姿态 各显风骨 当这些花草植物 随着笔墨的浓淡韵染 逐渐在眼前展开 我觉得我看到的仿佛 不是一幅静止的画作 而是万物生长的蓬勃 是笔走龙蛇的潇洒 甚至呢 我觉得我听到了水墨里的旋律 那是一段跌宕起伏 而又动人心弦的交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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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